拉丁美洲 小时候我们都写过作文《我的志愿》 但对瓜地玛拉仅有写穿游水哥的孩子来说 志愿离他们太遥远 不过您知道吗 四十年前在瓜地玛拉有一位年仅五岁的孩子 年幼丧父的他因为世界展望会的帮助 才有机会健康长大及筹学 而他就是瓜地玛拉现在的总统 吉米·莫拉雷斯 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 有着严重的帮派和失业问题 世界展望会透过教育生涯规划和品格方案 保护儿童免于暴力威胁 更以生计方案 为孩子创造留下来的机会 让他们对未来有盼望 能朝着梦想奔跑